你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是我的名字叫志浩 我今年26岁了 毕业已经有两年了 两年都在一起工作 那请问你第一次来杭州是什么时候 然后那时候你为什么会来杭州 我第一次来杭州呢是在我小学毕业的时候 当时是跟乐视家里面一起过来的 因为那时候我认为杭州是一个大城市 会有更好的一个发展空间 也可以见识更多的 所以就选择了杭州 那你第一次来杭州的时候 对杭州有什么 就是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第一印象的话 就是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是当初是 我的家是在周深 当我当初我第一次来杭州的时候 觉得杭州好大 是 我记得我在杭州买的第一件 第一件运动装就是阿迪 这个事在周深是没有是没有的 所以说是通过这个我对杭州又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觉得大城市确实有它的足道的魅力 但是你之后有去英国读书 但是你从英国毕业之后回来 为什么还选择在杭州工作 是因为是因为是我因为我认为是我的是初中高中都在杭州度过的 对杭州也有比较好的人际关系 所以所以我毕业之后我还是选择了回到杭州来工作 但是就是在你从英国回来之后 你觉得那时候的杭州和你第一次来到杭州的时候有什么区别 有啊 是感觉是杭州的是一些建筑物啊 比如说是高楼大厦 还有一些道路 是是然后杭州近年也开始做一些地铁啊 这一些更加便于民众出行的一些交通公布的使用 是这跟是这跟十几年前的杭州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因为你说你是周山来的 那你觉得杭州和周山就是在环境或者在城市现代化这方面有什么不同 嗯嗯周山呢是不管怎么说它只是属于一个是三线的城市 它呢是以它呢是以一个是旅游城市呃为主的 但是但是像杭州的话是浙江省的省城市 嗯是它的一些发展是必然会比周山派很多 嗯是在杭州里也也也有不断的是新的人口 新的劳动力的融入 所以说这样也加速了杭州的发展 好谢谢